一群人氣沖沖的走進 埔里鎮上的客運站理論 要為十多位國中生打抱不平 司機不認為自己行為有錯 還大聲回嗆 疑似心事混濁 他們自己跑掉了 事情發生在30號晚間 有民眾開車前往南投五屆 在路上遇上一群國中生 準備沿著山路走回部落 疑問之下才發現 這群學生竟是被客運半路丟包 後面的一直吵鬧 然後大叫 有的吵架 有的站起來 把我們從車子趕下來 很無辜 然後又就是很害怕 這樣不知道有誰可以來接我們 這群國中生就是被丟包 在這個隧道口 從這裡回到部落 還要10分鐘的車程 但如果是走路 就要再花上一個小時 學生在公車上聊天唱歌 司機嫌太吵沒有出面制止 而是將學生趕下車 現在要遇上兩位好心民眾 送學生返家 否則摸黑走三路一個小時 發生意外 誰來負責 根據部落村長表示 這位司機因為學生太吵 就把學生趕下車的惡劣行為 不止第一次 還曾把學生控制在客運總站 約這班專車早晚只有一班 晚上把學生丟包路上 擺明要他們步行回家 街上想到就心疼 抱怨部落學生的安全 難道不重要 任憑行為脫序的駕駛不定時 出狀況 解黃山景 王一超成家貴 SNG小組 南投報導 我們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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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